街區完以後會有都市行動 都市行動做最久的其實是叫做粉樂丁 粉樂丁其實是以台北東區 忠孝東路到安和路 就是成品 然後到仁愛路 仁愛路就是富邦的一個富邦大樓 他們把仁愛路的富邦大樓 到成品的安和路 一直到忠孝東路 最熱鬧的A6項 那一整區稱為叫台北東區 舊東區 新的東區在哪裡 新的東區在新義計畫區 可是新義計畫區已經有新義計畫區 現在自己的個性 所以他把舊東區 還是屬於街道的舊東區 產生一個叫粉樂丁 丁當然就是那個街道的關係 然後呢 它叫very fun park 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要開始創造 這個街道裡面的urban corner 都市的角落 就是每一個小店家 每個小的麒麟地公共空間 它第一個是把藝術家跟商店 公共空間在一起 它稱為叫做無強美術館 當初有好幾個不同階段的策展人 第一個概念都是要創造一個無強美術館 第一個是要讓商家跟藝術家中間有一個新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都說叫任養 在任養關係的粉樂丁 它開始在這樣的一個都市行動裡面 它其實創造的是一個新的lifestyle 第二個它直接面對現在非常多的創作 是商業數位跟藝術三個在一起 而且它的所有的所建立的不只是街道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它建立城市交通設施的介入跟積極性 也就是說它介入這樣的關係的時候 不會從街道才開始 它從捷運站就開始 捷運站為起點 如果大家去看現在還有另外一區中山站跟雙聯站 一直到當代藝術館那一條綠原道 我現在正在做那個綠原道的總體的規劃的委員 那個綠原道其實就是當代藝術館任養 就找藝術家開始進駐在整個綠原道裡面 都在做這部分的事情 交通設施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啟動器 因為交通設施帶動的就是所有人的來來回回的 遠距離到這邊的一個起點 所以交通設施是一個非常重要 然後會創造一個比較快樂的都會地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粉樂丁那個時候 開始要創造它說把藝術的種子放到這個街區裡面 常常這個街區裡面都會有這種事情 叫做街區地圖 街區地圖都是有名有姓的 基本上按圖所記的話 你大概不是只去逛街 你最好理解 我最關心的是每一個點是什麼藝術家加上什麼商業 當初策展是怎麼想的 他為什麼把這種藝術 這種書位藝術或這種裝置藝術放到這種商家裡面來 那背後有一個還滿重要的思考 對我來講我大概都在理解這個背後的所有事情 不只是城市會做這個事 很多的鄉村也在做這個事 最近最熱門的其實到現在還在run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叫賴呼內海大地藝術記 它其實也是每個島賴呼內海跟月后齊有 這兩個日本非常重要的大地藝術記 他們怎麼在鄉村開始為了要重新讓地獄再生 他創造了這麼完整的架構 那粉樂丁其實是最早期在台灣所建立起來的 最主要都是這些人 他開始讓這些人開始可以去暗讀索記之間的關係 甚至於他們創造了一個叫做成東設計的嘉年華 他希望這些所有事情就像白奏之夜一樣 讓他在共同的Event變成你有個Passport 你那個Passport可以進到所有的商業空間公共空間 這個成東嘉年華基本上啟動的都是私人的商業空間 開放給大家 白奏之夜在兩個禮拜前所做的不是私人的 大部分開放的全部叫做公共空間 就政府行為我們幾個博物館 包括總統府包括228紀念館 全部都是在開放公共設施 未來最好的狀態其實是把公共的建築 屬於公共的跟屬於商業的私人建築 全部merge在一起 那個時候整個城市就會變成 全部都變成比較屬於大家的公共領域 那還是蠻重要的 不是那個Event好不好玩 而是公共領域怎麼被解放出來的關係 現在西門町也越來越多人 開始有一個西門町的復興計畫 然後西門町現在最多的其實都是 我們稱為北包客旅館 非常多的香港日本的觀光客都會進駐在那邊 一天住一個晚上大概600塊到800塊 我想是北包客還有更貴的 北包客很多 它開始建構了一些街區的計畫 可西門町的街區計畫最大的影響是 其實這一邊的年紀跟在下面一點叫萬華 兩邊沒有連在一起 海北市的鹽淡水河的邊邊 最上面叫大稻城 在下面一點就是西門町 在下面一點才萬華 OK 本來應該連在一起的 可是因為它的特質跟族群不太一樣 所以全部都沒在一起 所以上次的白奏計畫 才把大稻城希望拉到北門 大家有個概念 如果白奏計畫大稻城已經拉到北門 北門再往下拉就是西門町了 因為西門町從北門開始就叫中華路 如果大家對台北夠熟的話 西門町再往下拉一點就是萬華 所以其實要怎麼連接這整條 我們稱為叫做淡水河的西邊的軸線 變得非常重要 那它也變成一個街區 我剛剛講的孤嶺街的街區 當初我做了一個活動叫種子集 就是希望把這個孤嶺街跟植物園結在一起 後來在去年 有另外一個活動就開始了 企圖把孤嶺街跟中正紀念堂 如果大家是台北市人 你會大概理解 孤嶺街再過來就是南門市場 南門市場再往北邊走一點 其實就是中正紀念堂 那邊還有一個台北館 有幾個館設是屬於museum 中正紀念堂跟兩廳院 有非常庶民的南門市場跟孤嶺街 這個總結在一起 要變成另外一個活動 其實去年有一個非常成功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活動 然後也是一個建築師做 我們當初做的種子集是要往南走 開始跟南海學園跟植物園走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活動 其實是這個叫做都市城市福州 這是一個中原建築系的老師叫陳宣誠 他就設計了三個mobile的可以活動的車子 這車子可以移動在哪裡 從孤嶺街開始移動到博物館 移動到歷史博物館 再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中正紀念堂跟兩廳院 去年開始移動 後來移完以後移到台中去 現在又移到台北了 這個禮拜會移到哪裡 會移到松山煙場 就是這個設計制度的松山煙場 你就會看到那幾部車子 可是這幾部車子一直在改變的 所以呢 他城市福州就開始企圖把 城南的這一區變成一個map 開始跟他說他要在每一個不同 有街道的 有紀念型廣場的 有紀念型建築的 有一些活動區的就開始變成城南地圖 他發展了三個車子 一個叫memory 一個叫monument 一個叫document 三個東西就可開可合 而且是有輪子可以推的 所以他每次都在半夜 會從A區推到B區 OK 所以蠻辛苦的 需要一堆義工 所以有好多好多年輕人都志願去當義工 都是晚上辦完活動之後 就把車子再推推推推推 推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這三個車子都是合起來變成一個方合的車 打開來的時候變成書屋 變成各種不同的小的店 那這就是他在台北館所放進來的一個打開的關係 後來拿到很多獎 今年拿到了台北設計獎 拿到了台灣的室內設計獎 拿到新瑞建築獎 幾乎所有的獎都被他包了 因為他對社會城市的影響力很大 他在這兩棟的街道的小轉角 一個奇林地也設了一個 這個小轉角企圖讓那個轉角活化啟動 到晚上的時候你會發現變成一個很大的市集 所以剛剛那個小轉角的地方 他幾部車子就會色落在各個地方 啟動了一個新的我們叫做street festival 就是街道的一些新的chemistry 它叫做福州 它是一個浮動的一個element 它在像島一樣一直在各個地方 就觸發了那個地方的一些庶民的 或者改變了原來的紀念性的關係 那這是很值得被看的 如果大家這個禮拜或下個禮拜有去 松仙燕場就會看到這個福州計畫 都不知道第幾代了 它已經到了第四代 第五代 那一直在發展它的福州計畫 也是在街區裡面開始改變 你看它是在天橋邊 人心道228紀念館的前面 做另外一個福州計畫 甚至是到中正紀念堂 跟兩廳院做的這個福州計畫 這是兩廳院 這是中正紀念堂 非常有意思的一個project 那這種project都是以單點當觸媒 去改變紀念性 現在最常做的 一件事情是你如何讓原來屬於紀念性的 不歡迎人或人到那邊非常嚴肅的 藉由你的一些chemistry變成公共性 變成一個公共場所 白昼計畫也是 福州計畫也是 那這些白昼計畫 福州計畫基本上都是學建築的人在做的 所以如果未來學建築 像白昼計畫就是藝術家 社會論述者跟建築師一起在做這個事情 有時候它慢慢慢慢會集結非常多人 來建構一個新的概念 在這個概念裡面從剛剛街區完之後 其實我在2012年 我代表台北去參加香港深圳雙城雙年展 那個時候香港邀我們的時候就是要講台北 那時候我就用的就是上次跟各位說 叫Urban Network Putting 就是上個禮拜講的這個關係 第一件事情是我開始找了幾個人 都是我們教大的老師 我們現在的人社院的院長鄭聖德老師 還有我們的教一年級的曾偉 他現在在香港大學教書的幾位老師 我們到香港就去辦了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最重要要談的一件事情就是Urs 就是在談 在都市裡面剛剛除了塊狀的街區 所現狀的軸線之外 其實必須要像針灸一樣 在一些有機會有能量 可能有能量或潛在能量的地區 插一根針進去 像針灸一樣 插一根針進去 是要啟動它的一些化學作用 那我們常用武俠小說的字叫做打通任督二脈 你必須要有個東西要把它的 原來的那個脈給打通才有機會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建立了一個 台北市建了一個叫做都市針灸樹 這個也是台北市地圖 就不是那個一塊一塊的方框框做街區 也不是剛剛那個軸線 開始有點 有的點比較大 有的點比較小 因為每一個地點需要的能量 需要的觸媒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讓那個力氣花大一點 還是力氣小一點 其實就非常非常不同 所以開始變成一個都市針灸樹 建立了一個系列的系統 這個系列系統 就在2010年開始到現在大概五六年的時間 做的是什麼 叫做都市再生前進基地 它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這個名字叫做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簡稱叫Urs 那Urs是什麼 Urs就是Urs 是你的不是我的 所以當初取的這個名字 Urs 念起來Urs 是政府機關釋放了它的公有的國有產權 給民間的人來經營 然後開始給民間的人所用 所以那個Urs變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找了非常多的地點 如果你到台北市 在這五年當中 你有參加一些活動 很多活動都從Urs開始 那個時候我們就訂定幾個標準 除了取得這個名字以外 訂定一個標準說 我們Urs想要變成一個platform 它必須是一個platform 必須是一個平台 平台是什麼 平台是你建構了一個東西 讓別人可以來join 來operate OK 它必須是一個網絡 它是一個network 也就是說 剛剛的那些黃色的點 各自可以獨立 各自有獨特性以外 所有的黃色的點 連起來應該是一個網絡系統 這網絡系統 除了是一個都市的網格的系統 你把它連連看連起來 都市網格以外 最重要的是它必須要變成一種 人的網絡系統 人變最重要 這個點在什麼區 它到底 它在這一區的重要性是什麼 每一個點要找的人進來 有找歷史學會的 有的是找大學來 有的是找基金會的 有的是找民間的營運團體 新創團隊 所以每一個點來自於 產官學的某一個點 OK 可是那個點都要被精確的了解 所以 不是我們要去如何改那個房子 改那個房子 我覺得找到對的人 它自動就會改 而是你要找誰來改 或找誰來建立這個平台 反而是最重要的 我們必須要理解整個台灣或台北市的人的網絡系統 尤其包括年輕世代的人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年輕世代 最後它除了是一個平台 是一個網絡之外 UIS雖然它是一個定點 我們認為它必須是一個運動 它應該是一個城市行動 也是一個社會運動 它必須要引動一個新的movement 它才算數 它必須背後要有一個movement 或要背後要有一個action 所以這都是我們在想的 當我們人還沒進來 我們看到那些點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在想說 他找了這些人 有沒有辦法變成一個行動 有沒有辦法未來 大家網絡系統合起來的時候 形成一個運動 都先想清楚才開始去做這個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都市的 唯根心或唯在身的一種新的看法 所以那個時候在定定的時候 我們就先找了幾個點 這幾個點我們就建議說 像這裡特別集中的點就是大稻城 因為大稻城有很多很多老房子 都釋放出來給公部門 所以大稻城現在非常非常紅 現在大稻城也非常非常有意思 是因為當初就有幾個不同的房子釋放出來 我們就決定一個要找大學 一個要找藝術機構 一個要找一個民間的創業團隊 一個要找是歷史協會 所以有講歷史的 有講藝術的 有大學學術機構的 再加上有一個是新創團隊 那個大稻城的多樣性才會被啟動 而不是找四個都一樣的人 然後包括還有一個是單獨存在 可是很大的一塊地叫中山創意基地 那個時候我們就跟一個基金會 很重要的基金會合作 那個基金會我想大家如果比較關心 建築跟藝術文化就會比較知道一個叫 中泰文教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就來辦很多很多的活動 包括好幾次的展覽都在這邊辦 還有在這個華山附近 我們就希望辦一個 它是個大公園就在華山旁邊 所以我們希望變成一個華山大草原 能夠做的最好能夠做食農革命 開始還有社區 把那個中央的大的草原 變成一個社區型的概念 還有最後有個瓶蓋工廠是在南港 最好能夠跟產業有關 因為南港那個舊產業 現在南港很沒落 最近才有起來 所以每一個點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定定的名字 除了叫Yours是大家的是你的以外 我們認為那個地點很重要 所以每一個都是有一個Number 這個Number就是它的門牌號碼 用Urs用它的門牌號碼 所以我們聽到Urs127 Urs21 都是它的門牌號碼 最後我們做完這個以後 做了三年 我們決定做一個叫Uism Uism最重要就是要做 我們上次跟各位講台北是個盆地 所以它三邊開始建構起 它的這個Mountain System 所以這個是每一個 有講歷史的 有做學校的 這個是一個新傳團隊 叫做Cooking Together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他們 OK 有做影像的 有做農業的 有做產業跟親子兒童的 有做藝術文化的 所以每一個我們做就叫Urs is yours OK 然後來建構這樣的關係 當我們建構了這個每個單點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讓它變成一個網絡系統 不會只有單點 Village Taipei 就有點像Urban Village Village Taipei 可是它叫台北村落之聲 這個大概是最不像官方網站的 看起來很像民間 活動非常非常有意思 都是年輕人自己自發性往上走的 剛建立的時候找了一個非常棒的團隊 是我在淡江建築系的學生 他去荷蘭畢業完之後 又跟另外兩個荷蘭回來的不同領域的人 合起來開一個公司叫田田圈 他們就接了這個台北村落之聲 就做了這個網頁 他們真的很厲害 他們每個禮拜六禮拜天 任何一個活動他們都參加 他們是真的很愛參加 所以他們到處參加 可是參加完以後 他們就會在這個網路上報導 所以這個網頁做得很成功 是因為他們自己 每一個活動不是只有一個報導者 他們自己是一個參與者 等一下我會介紹他們 然後他們就為了這個UrS 就創立一個叫做Village Taipei 如果大家很多人問我說 那怎麼樣了解台北市 到底這五年發生什麼事 做了什麼事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去看Village Taipei 你可以去看人家以前所有報導的活動 你就可以理解幾乎所有今天要介紹的所有的人 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這村落之聲就把這些所有的東西 變成一個完整的報導性 像這樣子 所以每一個都有一個活動的報導 每一個活動的報導幾乎有 二分之一都是在UrS發生的 可是另外二分之一是因為UrS而在旁邊發生的事 OK所以它已經擴張變成真的叫做村落之聲 它不純粹只在報導UrS的這個系統 所以這幾年還包括我們辦了一些叫做Future Lab Taipei這樣子的關係 辦了這個東西有時候會跟什麼合作 慢慢的很多人就集結 我稱為這樣 新的Generation其實這個集結性很強 而且每一個人都還滿有特色 比如說Future Lab就會找哪些人來合作 還有華山有一批人在做3D printer的人 還有創新團隊在TEDX Taipei 大家知道TEDX TED知道嗎 TED有一個TEDX Taipei 就是TED乘台北 有一批在做科技的人 開始join起來辦一個叫做明日工作坊 所以每一個都在join A跟B要加在一起 那這些人在這五年非常頻繁 然後有一個進駐在迪化街 其中有一個團隊我非常覺得非常有意思 這是我們特別找來來經營的 他在迪化街裡面弄一個叫Cooking Together 這群人不是到迪化街再來經營 他本來就有一個自己的團隊 這個團隊很有意思叫做Campelback Campelback是一個團隊叫做擺攤人生 是一男一女他們幹嘛 專門到世界上去找各個地方各個不同時間的跳蚤市場 出名的跳蚤市場 可以擺地攤的地方 然後他就在台北設一個網站 請大家想擺地攤的人來找跟他聯絡 他可以帶著大家到世界去擺地攤 他叫擺攤人生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網絡 知道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地點 其實都是一些年輕人自己在做的關係 所以他組了一個擺攤人生的一個網站 讓大家都可以join起來 一起出去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經營得非常好的團隊 那時候我們就找他說 那你有沒有空來經營一個UIS 這個UIS他出了一個idea 我們覺得非常棒 他叫cooking together 他說那我們來做一件事 大稻城的文化裡面 有一堆很棒很棒的小吃攤 東西都是已經每個店都已經開了二三十年 非常好吃的小吃 你要去吃你要去掃街 從大稻城一直到馬祖廟 你才能夠吃到這些東西 他說這樣子 我可以讓你們來訂桌 你們如果有誰要來辦桌 來辦在中庭或辦在他的老房子裡面 我負責幫你們把整個菜的菜色 是用大稻城的附近的三十年的老店擺出來的 哇超棒 什麼麵啊什麼全部都有 還有黑白切什麼都有 那就變成一個非常有文化性的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呢 除了他自己把這老房子活化起來以外 他其實是連接到外部的所有的小地攤 而且是老的攤位 像這種UIS就具有某種貢獻 這個貢獻是他開始建構出他自己的關係 我們常說現在的這個時代有非常多的事情 其實是sharing跟exchange交換來的 你換柱 可是你用你的專業來換這個柱 然後開始台北有非常非常多的這些年輕新創團隊 開始都在談sharing跟exchange 經營者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core value 價值的概念 來讓人跟他鏈接在一起 那我們就是這幾年最希望就是這個事情會一直發生 一直發生一直發生 那雖然他沒有顯著的建設 可這個發生未來會產生一個巨大的化學作用 開始產生他的改變 Urbancore當初在西門町也辦了幾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展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展是叫朗讀維章 結果朗讀維章找了一個中國大陸的建築師 找了一個台灣的建築師 結果中國大陸這個建築師 做完朗讀維章以後他拿到了普利茲克獎 叫王術 台灣的建築師叫謝英俊 專門到偏鄉部落去蓋這個臨時屋 哪裡有地震哪裡有救災的時候蓋臨時屋 這兩個就在當初的Urbancore 就是在UIS的旁邊那個Urbancore 中泰建設的那個屋頂跟那個後巷 蓋了這個叫做朗讀維章 策展人是一個建築師也是一個小說家叫阮慶樂 所以他們就join起來辦一個這個 這個都在當時算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statement 結果這些人就開始產生了非常多的外章的效應 那謝英俊自從跟王術做了一個朗讀維章之後 他自己又發展了另外一個叫人民的城市 是謝英俊的建築宅 因為他從台灣921地震到偏鄉部落幫少族蓋房子之後 現在很大一部分是跑到中國大陸去 在很多地震的災區 蓋了很多的臨時屋或者是叫做自主營造的房子 那很便宜的房子 那後來他就辦了一個展覽 也是在UIS裡面辦的叫人民的建築 所以UIS提供了非常多的資源母體 我們稱為叫平台 平台讓這些人一個一個可以可以貢獻在這裡面 中泰在中山創業基地也提出一個叫做Vertical Village 找了一個荷蘭非常重要的建築師叫MVRTV 帶了一群人做了三年計畫 再做一個Urban Village 之後我們交大也在Urban Village的後邊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做了蘭花屋 做了一個叫做平台屋頂計畫 那這些都是延續性的一直在往後走 不過當然 目前看到的很多都是建築的人在做 可是建築慢慢他們都跟外部的社會的各種不同 開始產生鏈接 也不是那麼的純建築 這是剛剛講的點系統跟快系統 就是講到的就是都市裡面的街區跟Urs 緊接著我就要談人 今天我會介紹很多人讓你們知道 其實我覺得這些人大概都是三十幾歲到四十歲 其實對你們來說 你們未來要變成什麼樣的人 最容易的方法是你去看比你大十歲的 不要看我們 因為我們活的時代跟你們的時代不太一樣 社會條件也不太一樣 可是你如果看比你大十歲的 現在三十五歲到四十歲在做的 你會比較有reflection 你比較會有一個投射 因為他的現在的社會的條件跟他的狀態 跟他的年紀跟你比較契合 所以你比較知道說未來你有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今天就會談到這些social pumping age的主要關係 對我來講我從大概五六年前 開始發現了跟這群人認識 就是我剛剛講的Telex Taipei Ted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一個世界的一個演講的網站 然後Telex Taipei也就是辦了差不多六屆吧 我記得是六屆 連續六年 當初在辦的這個人叫許玉仁 Jason 他辦了這個的時候其實找了一群年輕人 每一次都是台灣的一群年輕人 開始在講他怎麼在台灣做他自己的什麼事 大部分都跟他自己做的事有關 為什麼第一章會放這個Telex Taipei 是因為我有好多好多的合作的人 當我還不認識的時候我都在哪裡發現 我常常是在Telex Taipei發現 我可能聽他一場演講 我可能看到他講的那個背後的論述 讓我有感覺 我就會常常會想說我要用什麼project跟他合作 所以跟人合作這個事情其實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是還沒有案子我就想要找這些人合作 我隨時都放在心裡面 我記得我應該跟各位說過 我其實很多事情都靠念力 每天念他每天念他他就會來 你就是覺得這個人很不錯 這個人做的事情很有意思 你想要做一下這個事 你就每天念著他 然後之後他自然就會跑到你的面前 不騙你們 可是你念他的時候因為你要為他做準備 你要了解他的全部 你知道他在幹嘛 你知道他現在做到哪一個程度 你知道什麼時候會需要你跟他合作 你要跟他合作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你有個部分是你很會他不會的 另外一個是你可以幫得上忙的 只有唯一有你可以幫他上忙 你才有可能跟他開始變成有一個合作關係 我基本上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找到這些人 然後我為什麼會找他們 是因為他們對台灣都有某種期待 我覺得非常棒的是我這一輩的人 基本上見面說話都在講這個社會 多麼的讓人沒希望 或是大家如何努力賺錢 在我這一輩 從我三十年前畢業 比家庭比事業這些都關係 可是我在看我的下一輩的你們 我覺得非常多人開始在談他到底 未來要做一件什麼自己的什麼事情 OK 有些人做得成 有些人做不成 有些人想的比較大 有些人想的比較小 OK 可是畢竟不像我們這一輩的人 因為我們這一輩的人 其實為了工作生存 其實大概就是犧牲我們的青春 所以我發現 Tilex Taipei找的這些人 也有一些是我們這個年紀 五十幾歲的 跟我們同一輩的 我都覺得他們超棒 所以我往往都從這裡面去找到 他們對於台灣的各種不同面向的希望 這些希望 我就找了一個標籤雲 這個標籤雲讓我非常的震撼而驚訝 這個標籤雲是我身為一個建築師公司關掉以後 那時候一直在談社會性公共性 在談社會企業 我就打了幾個keyword 談到social enterprise social culture這些keyword以後 就跑出這個標籤雲 這個標籤雲讓我非常訝異的一件事情是 我學建築我以為建築 因為你剛剛看到很多活動都建築師在做的 我以為建築師應該蠻了不起的 建築師應該可以做很多事 因為可以影響城市 影響空間 影響社會 影響地景 看到這個標籤雲 我發現根本沒有建築 根本沒有design 很可怕 我突然覺得被架空了 自以為是的 那個很會做獨特設計的突然在這邊 覺得施不上利 因為這裡面談到最重要最大的字 是impact social impact 就是影響力 你必須要有一個covalu 讓人開始影響別人 產生社會的改變 再會開始看到的另外一個大字 social health OK 甚至於裡面還有resource 你的來源 你的同理心 還有你的care 還有你的很多很多的microfinance 就是現在的微創業基金 如何在經濟系統裡面找到微創業的關係 你要跟城市治理 跟government有關係 跟你的financial有關係 所有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們談到生活裡面必要的關係 越大的字它的影響力越大 或者說它的議題越重要 發現沒有architecture 可我也不會因為這樣認為我沒有用 因為我發現這些所有事情都必須要被design 給Provence solving 必須要被解決 很多的解決都是我學了建築 學了設計之後 設計讓我有另外一塊頭腦 可以去面對這些事情 所以我開始覺得我必須要轉向 從純美學 Aesthetic 在這邊沒有Aesthetic 可是當然Aesthetic是一個基本條件 就是生活在空間裡面的基本的美是蠻重要 我開始從設計美學建築這一塊 開始轉向說 其實我們所受的訓練 所成立的專業 理論上應該要面向這一個部分的事情 那面向這部分的事情 我們就開始要去創造幾個非常重要的 的關係